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一老,睡眠质量也跟着降下来了。 六十岁的王老头西虚岛,上了年纪之后,他从以前的沾床就睡,变成了现在的彻夜难眠,经常是好不容易睡着了。 到了凌晨三四点又醒了,这让他深受困扰。 很多人进入老年后,都会和老王一样有着失眠的困扰。 而人们一向认为人越老,绝越少是一种年纪大了之后的普遍现象。 专家提醒,老年人出现睡眠的问题要多想一步,一旦严重影响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应该引起重视及时就医,而不是德国且过。 人越老,绝越少。 六成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睡眠障碍是老年人十分普遍的现象。 有研究显示,老年人发病率高达百分之六十。 江苏省中医院唐世超主任表示, 睡眠障碍是各种原因引起睡眠觉醒的节律紊乱,导致睡眠质量异常。 它属于一大类与睡眠相关的疾病。 而造成老年人睡眠障碍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生物中改变。 体内生长激素分泌和褪黑素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内分泌的改变就会导致老年人的生物中有所提前。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伤了年纪的老人,在傍晚六七点时会有困意, 而在凌晨三四点就会醒来。 二、异尿增多。 老年人异尿增多往往是潜力性增生引起的。 除此之外,老年肾的浓缩功能发生减退, 特别是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肾功能不全等疾病的老年人 也会引起夜尿增多。 夜尿频频,就会导致在起床后再次入睡困难。 三、身体能量消耗少。 老年关节退化,许多体力活都无法进行。 在身体能量消耗不大的状态下, 不容易产生疲劳,也就不容易有困意。 特别是有午睡的老年人,到了晚上更容易睡不着。 四、疾病或药物带来副作用。 老年人身体的器官逐渐退化, 不少基础病也会找上门, 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偏头痛等。 都可引起的身体不适,影响夜晚的睡眠质量。 此外,长期服用一些药物, 如比较常见的糖体质激素、甲状腺激素等药物, 也会导致失眠。 人的一生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 充足的睡眠不仅能够消除身体和大脑疲劳, 还能缓解身体上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身体发育, 防止衰老, 预防各类疾病的发生。 我们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的健康来说有多重要, 但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的睡眠质量却很差, 经常总是在凌晨三四点会莫名醒来, 醒来后就很难再睡着了。 其实这种情况往往预示着身体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定不要大意。 总是凌晨三四点醒来, 可能暗示七大疾病。 一、肾脏疾病。 肾脏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废物和多余的水分, 如果总是在凌晨三四点醒来, 有可能是因为肾脏疾病导致的。 此类患者因为肾脏功能受损, 很容易出现尿频尿急和液尿等症状。 这些症状多多少少会影响到睡眠质量, 患者总是在夜里被尿憋醒。 所以, 如果你总是在深夜被尿憋醒, 且有肾脏疾病家族史、 高血压、 糖尿病等危险因素, 最好及时去做肾功能检查。 二、 更年七宗核征, 因为体内激素下降, 尤其是女性到五十岁左右, 此激素会大量下降, 并导致更年七宗核征。 一般表现为烦躁、 闷闷不乐、 情绪不稳定、 疑神疑鬼等, 也可表现为夜间睡觉时突然醒来, 醒来后很难继续入睡。 如果女性处于五十岁左右, 且伴随相关症状, 就要考虑是否为更年七宗核征。 如果真的是更年七宗核征, 也不用过于担心, 更年七一般为一杠两年, 等更年七一过这个问题就会缓解。 三、 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最典型的症状, 就是三多一少, 极多饮、 多食、 多尿和体重减轻。 在这其中, 夜尿增多是很多高血糖患者的首发症状。 因为如果血糖水平过高, 一旦超过了肾脏的重吸收能力, 多余的糖分就会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夜尿随之增多。 因此, 深夜总是被尿憋醒, 且有糖尿病家族时, 也要考虑糖尿病的可能, 建议定期去检查血糖。 四、 心脏病。 因为关心病和心理衰竭等心脏问题, 会影响到患者的新功能, 进而导致心脏负担过重, 并出现一些相关的临床症状。 所以, 如果总是在后半夜醒来, 且还伴随着心悸, 胸痛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 尤其是三高人群, 一定要警惕心脏病的发生。 五、 甲状腺问题。 甲状腺能够分泌甲状腺激素, 调节我们的代谢和生长发育。 甲状腺疾病患者, 往往会因为甲状腺功能失调, 很容易出现失眠、 焦虑和心悸等症状, 进而影响到睡眠质量。 因此, 甲状腺疾病患者 也可能会在深夜醒来。 六、 抑郁症。 心理因素也是导致 深夜醒来和失眠的重要原因之一。 例如, 精神处于紧张和焦虑时, 睡前会忍不住胡思乱想, 怎么睡也睡不着。 就算好不容易睡着了, 大脑也并没有因为人体入睡 而完全停止活动, 无法真正进入深度睡眠, 很容易在睡着后被惊醒。 尤其是有抑郁情绪的人, 晚上睡觉时, 可能只能睡上几个小时, 一旦惊醒后, 就很难再继续入睡。 长期处于睡眠质量低的情况下, 会影响到神经系统, 并提高抑郁症的发生概率, 陷入恶性循环中。 七,肺部疾病, 凌晨三至五点, 一般是肺部的自我修复时间, 如果频繁在这个时间段醒来, 也可能是肺功能出现了异常。 例如支气管哮喘, 慢阻肺和慢性支气管炎等, 都可能导致肺功能不全, 肺内换气不足等, 进而出现机体缺氧和二氧化碳珠瘤等。 一旦肺功能异常导致大脑缺氧, 就会让人在夜里莫名醒来。 所以, 长期处于污染环境下的特殊工作者, 长期吸烟人群等, 如果总是夜里三四点醒来, 也要警惕肺部疾病的可能。 如何避免夜间醒来, 保证优质睡眠? 一, 放空负面情绪, 睡觉前冥想可以帮助消除负面情绪。 四个七秒钟呼吸法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一个七秒钟先吸气, 同时去感受自己的身体, 从下道上, 从脚趾到膝盖, 胯部, 腹部, 直到最后的头部, 需想象每个部位都充满活力。 第二个七秒钟平主呼吸, 想象自己的身体逐渐安静, 放松。 第三个七秒钟呼气, 想象自己的身体正在慢慢释放所有的负面情绪。 第四个七秒钟平主呼吸, 然后重复, 总共重复做七遍。 二, 培养建床就睡的习惯, 要想睡眠质量好, 就要培养床和睡眠之间的条件反射, 坐到看见床就想睡觉, 在床上尽量不要做和睡眠无关的事, 比如玩手机, 看电视, 看书等。 如果不困就不要上床, 有了困意就马上上床。 要是躺了半个小时还是睡不着, 就起来做一些放松的事情, 反复训练之后, 建到床就很容易产生困意。 三, 创造好的睡眠环境, 尽量保证房间安静, 凉爽, 黑暗, 选择舒适且适合自己的床垫和枕头。 四, 避免刺激性物质, 睡前尽量不要喝咖啡, 茶喝酒精等刺激性物质, 以免影响睡眠质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